来看一下他们的差异之间的比较 这张其实是我的工作效率图 4月份的时候就是完全在构思 然后都没有实作 然后突然间5月8号 听说两天过后要发表投影片 突然间构思变超强这样的 他才没有实作 然后终于好不容易到5月9号 就不行一定要来动作了 然后突然间投影片就完成7成 然后过了12点之后呢 5月10号的凌晨 突然间他的实作变成99%这样 然后这跟差异比较有什么关系 这样子 这样可能感觉会有比较明显一点 对其实我的工作时间图就是 两者差异之间的比较 因为两种饮料呢 会在你身体内造成不同的影响 所以他用来 他的用途就不太一样 通常从一个人的生活 跟他的时间规划就可以看出来 这两者饮料之间的差别 然后其实刚刚是开玩笑 然后回头来看他的差异比较 其实啤酒 它可以泄出你的压抑 就变成来说 它会让你激发出更多的点子 因为你的 你一些身为人类束缚变少了 相对来说你的思想就奔发 你可以想出更好的点子 更多的想法 或是更不一样的idea这样 然后像咖啡因呢 它会造成你更多的活力 跟更多的专注 变成你可能平常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你今天用咖啡因来帮助他 你可能一个小时就完成 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 但是他们之间其实也是有负担的 像是啤酒 它会造成你专注力下降 跟记忆力衰退 相对于咖啡因来说 这是他的缺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赶工做事情 千万不要喝啤酒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 你想要激发你的点子或是什么 请你不要喝咖啡因 因为它会让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你可能没有办法想出更多的点子 你就是一直往一个点往下钻这样 可是咖啡因它其实是有负面效果的 像是你今天赶搞 赶完你喝完咖啡 它效率减退之后 你发现你只会更累 你不会就是变得更厉害或什么 你只会因为刚刚很认真勤奋工作 所以你效果减退之后 你变得超想 所以叫超累这样 所以咖啡因还是要适量的search 而且它具有耐药性 变成你今天喝一杯 你每天喝一杯 到最后你可能需要一天喝两杯 甚至你可能需要一天喝很多杯这样 只是它们两个之间差异的比较 那来看一下时间数据 因为像是我刚刚在想到 之前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那我要怎么用来 怎么用这两种饮料 来呈现它对大脑的影响 而且像是我对大脑影响 我不可能真的抓人去做脑婆 或是那种就是昂贵仪器 我可能没有办法 那我要怎么样用平民的方式 来呈现它对大脑的影响呢 所以我想要设计实验数据 而且我想说透过 你可能会觉得很简单 你想要测它的酒精含量 你就是找那个酒测的那个机器 来让它的呼气就好了 可是其实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每个人对酒精的承受度又不同 像是一个人他可能喝了 他可能喝了几杯shut 他就倒地了 可是有的人他可能是还在那边活蹦蹦跳 甚至可以跟你谈论一些政治或什么 就是每个人对他的分解能力不同 那我们要怎么针对这样的事情去做调整 所以我比较希望是测量酒精 对一个人大脑的影响程度 然后这个影响程度可能是他的认知 或是他的逻辑 他的数学因算这样 然后这是实验设计的背景 因为上学期刚好修过一堂课 然后就是有联想到这个部分 首先来听一下那个 智力通常在做智力呈验的时候 我会分成两种 一种是晶体智力 一种是流体智力 像晶体智力呢 他是一个人中期益胜活得的知识量 所以有的人就是 比方说你就是只要拍是3.1415926 这是晶体智力 然后像流体智力呢 是你不需要念书 你不需要正规的教育或是文化 你就可以就是想办法解读出这个东西 比方说就像是图形的配置啊之类之类 或是你发现这张椅子少一张 少一只脚 这是不合常理的 这个就是属于流体智力 你不需要有背景知识 你就有办法作答 首先知识分成这两种 然后我想要测的是流体智力 而不是晶体智力 然后让我回顾一下 刚刚提到就是 酒精他会对大脑很多地方造成影响 那可能是影响他减慢他的感官讯息 他的思维过程或是影响到他的记忆 然后这两个是我比较关注的地方 因为毕竟小脑那种东西我们没办法实测 而且测了可能也会很客观 没有办法做一个 可能会很主观 没有办法做客观的统计 所以我想说从感官跟数学记忆来着手 然后对象我分成四种区块 就是A就是一般他可能摄取 比B的量还要多的酒精 然后B他分成两种 他是摄取一点点的酒精 不要太多 然后又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照他自己他觉得舒服的速度喝 另外一个是我B他很快把他喝完 然后C是完全不摄取酒精 是一个对照组这样 然后这是大概四种群的对象 然后记忆的测验 他的类型就分成记忆 逻辑跟基础运算 然后实验呢 我们喝什么酒精 我们喝艾碧斯 艾碧斯是什么酒呢 他是一种苦爱酒 他就是用这三种植物做成 然后为什么要挑他呢 因为他浓度有70% 就是一点点而已 可是效率会很好 可是你比较小看到 他是一个历史厌院很大的很高的酒 像是反骨 他有画过一幅画 就是1887年进入于苦爱酒 你知道反骨就是苦爱酒的代表人物 因为他就是喝完酒之后 跟高刚还是高斯 我忘记 反正跟另外一个画家有争执 之后就把自己耳朵割掉 所以通常我们想到艾碧斯 我们就想到反骨 而且其实不要小看这罐酒 他真的是对人类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他影响到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叫做毕卡索 就是在1901年毕卡索画了一幅画 叫做就是艾碧斯引用者 所以你不要小看酒精 他除了对那种古代的英雄 他们可能足久论英雄之外 他也对西洋很多艺术家造成影响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酒精 看一下实验结果 我分成试询这个是平均数 就是平均后来的下 后来的成果 首先是测验时间 然后记忆他的得分 逻辑跟数学他的得分 还有他的总分这样 然后画成一张简单图表 因为毕竟看表格一定不会觉得有什么 然后在秀出结果之前 先来提出几点问卷修正的部分 因为我毕竟不是原本就是做设计实验的 所以对这方面其实不太熟 然后实测完之后发现几个问题 就是必须要修正记忆中 有的人联想力很强 或是我曾经问到 有的他练过那个图形记忆法 所以这个点在记忆那方面影响会很大 所以我们排除掉容易联想的题目 就是像刚刚有提到那个文字文章测验 我就会念这种文章 请他记忆 然后写下他文章记得的部分 然后这个其实如果你有练过那种图像记忆法 对他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只要联想出一段故事 他可以很完整的把那段文章全部背下来 然后要来排除样本数不足 因为其实我时间不够采样的数据不够快 然后我也真的很难找到 就是通学你过来你陪我 你陪我做一个实验 你先喝完这杯酒 然后帮我填温卷 谁要理你啊 怎么可能会有人来 所以就是样本数其实不足 采样的人数不够多 而且其实这跟成本有点关系 毕竟那罐IBS真的是不便宜 然后酒精呢摄取他是我是采志愿制的 所以就分成三种 你喝一点点酒 跟喝很多酒 跟不喝酒 然后通常呢你是 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喝酒 那你当然会说 好啊那我帮你做测验 然后你就会自愿说 那我要喝很多 所以这种人他会集中在A群 就变成说A群他其实数据是不写实的 因为之前都是爱喝酒 常喝酒的人 然后再来是酒精浓度摄取不足 因为那罐IBS其实没有消耗很多 而且大部分 听到他70% 他们都会不敢尝试 所以也没有出现到作答时睡着的程度 这其实是不符合我原本的期望 我原本很期望就是 出现数据上会有人睡着 所以那份车要做30分钟这样 结果居然也没有 然后我就问他们之后 实验之后的效果 他们都会觉得 其实酒精浓度不够 这是有点可惜 好 那看一下结果 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A这边他是 他喝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酒 可是他是相对会喝酒的 所以这对他来说其实没有读像 然后C是就是正常人的笔子 然后B2是我快速喝下酒的人 然后B1是一个 他是 采取自己比较舒服的速度 把酒喝完的人 然后这些人的喝酒量 我是 就是B1跟B2我是控制在一样 然后A相对来说是喝了双倍的酒 可是实验数据就是有点差强人意 我们只能很明确的看到就是 C跟B2的数据有点落差之外 其实B1这个群组我发现他是 他会比较缓慢 然后非常非常缓慢 然后很仔细的去做完题目 因为可能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今天要喝酒做测验 你就会相对告诉自己说 哎哟他等下想要灌醉我 可是我要认真把这份做打 我觉得不要让自己表现太难堪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意识出现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施测 你施测的当下 你就是会影响到那个结果 所以那个结果他通常都不会是你一般的状态 他都会已经是预测立场 我要认真做打 所以大部分来说他们会表现得比平常还要好 而且比平常还要专注 所以酒精的效果就会相对来说变得没有这么高 只是有点可惜的地方 然后看一下 结论 先看一下观察结果 A群跟B群就是喝很多酒 跟我很快速喝完酒的人 他们会急的想交卷 像刚刚我有写出来他的交卷速度 就他们是真的是写完之后 完全不想再仔细想 就是想要直接交卷 然后像是对于题目呢 A群他会有忽略细节的效果 像是我问到 里面有个问题是这样 然后我会穿他在位 他可能就穿他在数学运算里面 他就觉得好像是一体数学 就是有点骗他的那种效果 这一题是我觉得分界点最大一点 可是我问题是说 你参加一场马拉松 你跑过最后一名 你成为第一名 请问总共有几个人参加 你不会觉得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奇怪吗 所以这根本是不合常理啊 你要怎么跑过最后一名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题目是不合常理的 以逻辑上来看 你绝对不可能跑过最后一名 所以这个题目是不成立的 但是大部分人会写下2 他就会觉得是有两个人 假设你今天是一场 你要跑过最后一名 所以代表你在最后一名后面 你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是最后一名 就是最后一名代表他后面不会有人 而且你还超过他变成第一名 就是根本不合逻辑 懂吗 可以 好 可是像是A群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会忽视细节 他就会问说 不一定吧 可能是圆形赛道 可是明明就是马拉松 你怎么会看过有马拉松 在圆形赛道上面跑 所以他是觉得是操场 可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意思 实际以那个理想状况来看 马拉松怎么会有在操场举行 所以两个观察点是 就是喝很多酒跟 喝迅速喝完酒了 他会有一种就是 会比较焦虑的表现 然后他也会忽视掉细节 然后推论 就算说数据不是很影响 可是他也是有一点点简单的理论 一点简单的推论 就是根据数据呢 即使少量饮酒 他都会造成明显的记忆力下降 就是回头看一下这张表 记忆呢是这个部分 然后只有C群 他的记忆力就是他是在14 他只有得到14分 然后其他的都很平均 大概在12分上下 然后根据观察 饮酒他会造成你的情绪放大 跟躁动 然后其实情绪放大 是我多年来以下的经验 如果你喝酒 你今天很快乐 你就会变得更快乐 然后你今天很悲伤 你就会变得更悲伤 这是一种就是酒精的效果 这是我常年观察下来的 然后其实醉不醉呢 也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情绪 而且根据实验观察 我发现 就他们如果今天做事 他们是觉得很快乐 他们就会就是更快乐 更嗨更兴奋 这样 然后有比较躁动的效果 像A群那边就会很明显 A群跟B兔群 他的交据速度很快 而且远远超过前面两个人 然后适量的酒精 他会造成创意的激发 像是我有些问题 比方说他会问说 嗯 红色跟 红色跟蓝色有什么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正常来说 我都会联想到 红色跟蓝色 那应该是 他们都是颜色 然后就会有人 喝酒完之后的回答 我说 他们的英文 他们的英文单字里面都有E 就是 就变成说他的答案 会变得有点跟现实 或是跟一般人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观察到 适量酒精他会造成创意的激发 然后这一点是我比较意外的 我原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最后一点 其实呢 你舒适的饮酒 各层面来说 你会优于被迫 而且快速的饮酒 代表说 如果你今天是照自己的节奏喝 你今天是很放松很快的在喝酒 那其实对你来说是好的 就是你各种技能 你不会受到损害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应酬的场面 或是别人逼你 或是灌你酒 那你可能你真的 记忆啊 逻辑 或是数学运算 上面你的程度都会远远就是差于别人 这样 好 就是责任性宣导 因为毕竟是这样的主题 所以一定要来宣导 可是安全饮酒量呢 通常我们把一个单位当作240毫升的啤酒 那男性最高 希望你每周不要摄取超过21个单位 女生呢不要超过14个单位 还有酒精如果喝太多他会有戒断症 那会造成你失眠发抖 严重的你甚至会有就是癫症或者是震战性的沾望 这样 就是喝酒喝太多对你来说是不好的 然后下面这张图是正常人的脑袋 跟一个饮酒 饮君子他就是过量饮酒的人43岁 他们两个脑袋的差异 就是毕竟如果真的大量饮酒 那对你往后的生活可能是很痛苦的 所以请你不要伤害你的大脑 请你喝酒请你施量就好 好然后这是我的参考资料 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